他每天步行上班,为的是献出更健康的血液。 27年来,他累计无常献血205次,献血总量高达41,000毫升,相当于10个人全身的血量。 如果按一般情况下手术书写400毫升计算,他至少已经挽救了100个人的生命。 刚跨入2014年,57岁的丽严琪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天津市血液中心,希望完成他第二百零六次献血过程。 不过,这一次献血却没有这么顺利。 丽严琪,有像茶铁的结果,不符合献血的要求,我们建议您过两天来献血。 这一次,老丽没有献成血,原来是医务人员的一个善意谎言。 因为他这一次要求献血距离上一次献血的时间太短, 之前医务人员劝过他献血不要过于频繁,但都不起作用。 今天,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让他休息休息。 丽严琪第一次献血是在1986年,单位组织无常献血时,他报了名。 血站就说,医疗用血是一直是紧张,而且特别需要的人们就是能够自决自愿的,成为一种司法的心中。 我觉得患者需要,社会需要,那就限吧。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,丽严琪一次一次地走进血站,走上了献血车。 每当接到中心血站的急救电话或短信,只要条件允许,他都会及时赶到,从未拒绝过。 平时,丽严琪很少对人说起献血的事,就连家人他也满了18年。 直到2004年,丽严琪的岳母生病,需要大量输血,医院又血缘紧张,他才拿出了一直藏着的献血症。 谁都不知道,每年他都拿回来有好多那小纪念品,比如像小钥匙链啊,就那个小手电呢。 后来,我们就说他都是人给送的,实际上的就是献血给一个小东西。 就是自己见人受益以后,他们感觉到这个献血这个事啊,不仅是利踏的,也是利己的,所以家里也挺感慨。 一次你看这个,在那以后啊,你比如说这个,我的女儿,我的爱人,包括我的侄儿,还有我的好朋友,他们都走上了这个献血车。 一次切切实实的挽救生命的经历,让丽严琪对献血救人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 2012年10月,丽严琪接到了一个电话,一位在血栈与他有一面之缘的人打电话给他,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血小板给他患白血病的女儿。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请求,并且一直为这位女孩提供帮助。 他们说白了就是等不起,也不能等。 等待追谈来说呢,可能就意味着会使去最好的治疗时机,严重的就意味着会使去生命。 能说,应该马上去说。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,丽严琪也担心健康状况不佳,影响献血质量。 为增强体质,把献血坚持到底,从2002年起坚持步行上班,每天快走6公里有氧运动。 考虑到60岁就不能献血了,丽严琪还组织起了一支40多人的爱心服务队, 让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去。 献血啊,本身来赢啊,治病救人,是能够拯救生命,拯救生命,那是最重要的。